走開 大家請坐 各位學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們為二千空六年 十月二時去顧美國以後 一直到早上 到昨天 早上的聯合報 終於牽出一個很大事 你不知道有注意嗎 他牽什麼東西 我給各位看 他在裡面 因為屋簽比較空 但是我給各位聽 他說余政森 余政森是什麼人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上位 也是上海市的書記余政森 他說這句話 這是歷史以來 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講過的話 他說什麼 不搞法理台獨 不搞法理台獨 他說他如果沒有做法理台獨的時候 他才跟民進黨來接觸 其實 不是你說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搞法理台獨 現在現主席 你覺得說法理台獨 其實是要說法理台灣 現在現主席的台灣 定義分成兩種 一種是法理的台灣 法理台灣 另外一種叫政治台灣 政治上 在美國 日本 中國 中華民國 這些國家在跟我們玩 就是用政治台灣 政治台灣 就是跟你說一些 你聽不到英文 你聽不到的東西 例如 說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你絕對沒那麼簡單 能夠理解 如果法理台灣的時候 法理台灣 說法理台灣 各位 台灣就走出 那條路就走出來了 因為法理是什麼法理 國際法理 這個國際法理還包含什麼 建政法 萬國共法 國父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這個條約 國際法理 讓我們台灣人可以走出來了 而且不會受到任何的阻礙 這是叫做法理 他說台獨應該是法理台灣 他要求 其實民進黨 他沒有說法理台獨 也沒有說法理台灣 他說的是政治台灣 用政治來處理台灣的事情 我們台灣絕對去出來了 但是在法理台灣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來出來了台灣 所以我們在國際版裡面 要告訴各位 台聲說清楚就是 為什麼一直說法理台灣 所以說法理台灣的時候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有請我們的政策委員 整理十二的問題 這十二的問題 你沒有弄清楚 他沒有說 你就沒辦法來知道 這個台灣 到底是什麼法理台灣 是政地台灣還是法理的台灣 第一個問題 要了解 什麼法叫做國際法 什麼叫做國際法 國際法 幾年前開始 有條文嗎 我們現在說的國際法是 在1830年1840年 就是拿破崙時代 拿破崙時代 那些國際法律 那些國際法律 就是什麼 佔領等於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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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這兩個國家戰爭 土地去佔領 就變成余的了 那叫做併吞 但是18301840年以後 拿破崙時代以後的 這個台灣 這個國際 規定就不一樣了 就是叫做 佔領不能移轉租款 這是什麼做的規定 在萬國公法裡面有規定 所以萬國公法 當時 日本 依日本來說 農馬 版本農馬 它是在日本 法動說 日本就要用萬國公法 來讓日本 不會受到 佩船 佩船是什麼 就是美國 有一隻黑船 那時候美國的海洋 比什麼國家都更強 它入侵日本的日本海 要求強迫幕府將軍 強迫日本的天皇 開放 給他跟他們做生理 那時候日本的很多有志之士 他覺得說 我不能開放 那如果開放下去 日本 定義是做 北人的努力 在這裡做工 所以版本農馬 在那時候 就一直說 要用萬國公法 來抵抗 美國 美洲 跟歐洲 的殖民地的入侵 所以 版本農馬 以後 抵抗 日本要使 萬國公法 以後 發動明治維新 就是全面的西化 所以日本從那時候 才開始強迫 強迫起來 在1895年 1894年 經過一個甲午戰爭 跟中國清朝的戰爭 當然 戰爭 如果戰爭的國家 會把劍術的國家 因為不能拿土地 支援給他 要求你背上 所以劍術的人 是很慘 結果 第一次世界的人 劍術以後 全國陷入經濟恐慌 所以 納粹可以趁機會 希特勒趁機會 拼起來 他就是利用 民族主義 利用 那時候 募修 猶太人的 所有的財產 給他賓得有錢 日本是利用 甲午戰爭 清條劍術 清條有大量的賠款 日本在那時候 拼起來 那時候很厲害 賠到全世界第一流的國家 甚至美國就給他賠下去 所以你看 那時候 他掛清條 掛到 台灣賠給日本田農 以後 日本田農 拿到這個土地 那時候 剛開始是 日本的市民地 因為台灣 那時候是 清條的拓殖地 拓殖地是 比殖民地 還有更多一集 他要第一集 所以變成日本田農 它也是殖民地 也是拓殖地 所以 在1905年 日本田農 按照 曼國公法 開火 開國際會議 確定說 台灣這個土地的拓殖地 他不是一個國家的形態 是一個部落的形態 部落的形態 要讓那些人 來沉浮於日本田農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要它征服 要它征服 所以你看 在他要經營 原住民的依情 拓殖座的依情 台灣這個土地 只是 日本的市民地 最後 1905年到1915年 經過十年的時間 日本用部隊 警察 用十年的時間 將台灣 拓殖的部分 完全征服 所以 完全征服 以後在國際法 裡面來看 這個土地的定義就是 就是說 政府 以後 台灣這個土地 才會變成一個 主權的國家 這個主權就是 Saventy 那時候台灣真正的 建構為一個主權的土地 就是1915年 要怎麼證明 就1922年的2月6號 那時候世界 九月共的國家 在華盛頓 簽了一個裁軍協定 在香港的19條 承認說 台灣朋友 是最日本田農的 所以 由那個人確定 台灣這個土地 百分之百 所有的人 都沉浮在日本田農 所以經過1937年 日本田農按照 萬國共法 先在這個土地裡面 先實施 黃民化 黃民化 這也只有萬國共法 做的 黃民化一實施以後 所有的人 開始可以改正名 有日本的 生活習慣 跟日本 內對 義務一樣 所以跟1945年4月1日 日本田農 公佈教書在台灣 讓我們台灣人 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那時候台灣有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這就是日本 對台灣的做法 所以1945年4月1日 那一天開始了 在萬國共法的規定裡面 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田農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什麼叫國際法 國際法 就是全世界 一些國家 屬於成立的法律 尤其是萬國共法 美國在憲法裡面 有規定說 美國總統 一定要遵照萬國共法 日本的憲法 也是一樣有這條 要遵照萬國共法 這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都有這條的憲法來規定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利用這條 替我們台灣出了 一條的線路給它出來 所以 國際法的法源是什麼東西 國際法的法源很多 包括什麼 國際的條約 國際的慣例 一般的法律原則 國際的判例 國際法學專家的意見和主張 統稱為國際法 建政法是什麼東西 建政法有五個 第一 海牙地勢公約 我們現在就是說建政法 說到建政法就是 海牙地勢公約 第二 日內瓦和平公約 裡面有關建政的部門 第三 就是 美國 美國國際法人的判例 就是有關建政這部門的判例 第四點 慣例法 習慣是怎麼樣 這個慣例法 就沒有條文 一什麼二什麼沒有 就是建政法 建政以後 國家和國家所簽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慣例 建政裡面的慣例 這是國際法裡面的慣例 第五點就是一般 美國 以美國來說 美國的陸軍松鼠的野戰手冊 裡面有三千幾條 那些東西這五點 加起來 都叫做 建政法 所以建政法 別的人 不太多 但是 你一定要別 尤其我們 算一個很弱 很弱的一個 不是國家 是一個土地 我們的人 如果不要建政法 我們一定吃虧 但是如果我們不要建政法 我們不會吃虧 美國如果沒有這樣做 我們就要拆除 我們的行動 叫美國 你要準照 國際法 因為國際法是你們定的 不是我們定的 要認定的 你就要照國際法來做 所以我們這麼嚴力 可以由台灣民政府來成立 不受任何的干擾 就是因為 有這個國際法 有這個國際法 在給我們保護 我們叫國際法 來成立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是因為我們去用占領 占領的法院在哪裡 就是究竟我們和平條的23條 23條規定得很清楚 美國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土地的主要 占領的全國 這樣很親密嗎 覺得很親密的行動 我覺得很親密 你不覺得 你覺得很深的請舉手 應該有一點難度 沒關係 這部你有東西好看 我剛開始沒有東西好看 自己去翻 所以你現在有東西 你有 新台灣論 你有忙碌 你可以去看 看了 你一定會有所感覺 所以建政法 這個東西 雖然沒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 你如果 你跟人家說 一般的人 都能夠接受 不會說不會接受 所以這就是 我們在胸口 裡面所說的 建政法 國際法 再說一次 我希望你們都沒有用筆記 很厲害 我說完 你們都記起來 再說一次 什麼叫建政法 第一 第一 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 日和平公約 有關戰爭的部分 第三 紅十字會 總章程裡面 就是 國際法裡面的慣例法 一般的慣例 還是說 美國法院的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那都是慣例 第五點 就是 他剛才說的 美國陸軍總署野戰手冊 在FM27裡面 三千幾條 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走在 國際版裡面 跟國際版你說的 戰爭法 所以在戰爭法 你不可以說 你要遵守 你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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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例如說 立法政府不可以 就地合法 這也是建政法裡面的東西 不可以說 你要的 你要 不要的 就不要 我們很多學者 都這樣 都跟他搶 他要搶的東西 不然他搶的 就等到旁邊 不行 你要融會貫通 再來 法理台灣的論述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法理台灣 就是余政森 中共中央政治局裡面的常委 他所說的 法理台灣 什麼叫法理台灣 今天 法理台灣就是 就是 今天我們在說 台灣這塊土地 台灣這個土地的 所謂的日俗美戰 射一本田龍 射美國軍事政府 如果不太簡單 我有經常你問一句話 台灣是 住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台灣人 再說一次 台灣是 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人 的 對的抓手 你不會抓手 因為你第一次都被我騙你 像我是常在說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對的抓手 不會 你絕對不會抓 因為你如果抓手 我就跟你問說 你的所有人在哪裡 你拿不出來 你住在這裡 在法理上來說 只不過是 行動在這裡 所以你住在這裡 要入 水金的原因 是從這裡來的 這也是從國際法的規定 如果真的說 這塊土地你住在這裡 你就不用什麼 不用叫水金 你會的 你會的嘛 你會的還在叫什麼水金 問題不是你的 這塊土地 以上的 就是看 什麼人 拿到這塊土地 照條約來 馬關條約 找到回去 馬關條很清楚 台青的台風地 和日本地國的大風地 潛力 從台灣朋友 台灣的周邊群島 英九來掛日本天 因為台青的台風地 有管理跟我 表示那時候 這塊土地的所有款 主宅 晚霞權 是什麼人 台青帝國的風地 不然他怎麼有款 好像不是說 我們在這裡在這裡 我說這塊土地 今天開始送你的 送你 這塊土地一定要是我的 我才能送你 這塊土地不是我的 我才能送你嗎 不行 這很甘心的 那個觀念 所以台青的台風地 因為 他有這個土地的管轄權 因為中國以前沒有三問題 沒有主權這個觀念 中國以前 這100年以來 中國人以前只有什麼 只有管轄權 只有這個觀念而已 沒有主權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土地 台青的台風地 可以從台灣周邊群島和澎湖 來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王 表示他有款 現在掛給他一奧 現在換什麼人有款 日本天王有款 日本天王對著這個土地一奧 剛才開始 他沒有給你做日本人 怎麼說 他先給你兩年的收工期 1895年開始 給你兩年 6月17號開始在這裡管 給你兩年的收工期 什麼叫收工期 就是說 你兩年的裡面 你可以將你的財產賣賣 你賣 你賣 你賣做日本人 賣賣 回到中國 還是說你來的地方 有嗎 有人這樣嗎 有 一千三百幾個 但是 都半年不夠 三分之一的 人都爬回來 說 這些地方比較好生活 他要住在這裡 所以日本 天王呢 在這個土地派總督來管 台灣現時 你看歷史 你總共台灣這個土地有幾個總督 有十九個 因為這個土地是市民地 拓殖地 所以日本天王就要派總督來管理 日本那四個島 要住日本大國裡面那四個 就是本州北海道九州 那四個島 因為那是像日本天王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那四個土地 他就將 他的所有權 來交給 收賞 來管理 日本政府來管理 但是 台灣不是日本天王 他的土地 只是他的殖民地而已 所以他就要派總督 這是國際法來的規定 十九個總督裡面 對 很奇怪 只有十八個是經過 日本天王的任命 第一次到第十八個 十九個為什麼沒有任命 因為十九個總督就是 立騰安吉 他是經過日本的收賞來任命 因為這是在國際法裡面 一九十五年 安騰立吉 一九十五年的四位聖遺 這塊土地已經變成日本天王 也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他就不必直接由日本天王任命 而是由日本的首相來任命 所以十九個總督 這塊土地已經跟日本 其他的島 北海道 本州 四國九州 一樣的地位 由日本的收賞人民 因為他們 其實那時候不可以做總督 要叫什麼 知識 敵書 那時候要叫敵書才對 所以你看 人家都有照國際法在走 不照國際法是怎樣 因為 一九十五年八月 整個日本天王導航 一樣 全都亂去 亂去的時候 國民黨 現在中國人開始做價格的歷史 會不會騙 會不會騙 所以你看 國際法跟建政法跟萬國公法 這裡有三個事情 有三個事情 是 在這個國際地位 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就是涅脫主管的改變 應該由國際的條約做依據 領土主權的改變 一定要有國際條約 當作一個依據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改變 有什麼條約 馬關條約 還有什麼東西 就像我們和平條約 在古金山和平條約 第一條到十十七條裡面 沒有一條對日本天王出分 沒有出分日本天王 所以沒有出分就表示什麼 這個土地 原來是他的 跟今天為止 他又是他的 法例就是這個所在 所以是怎樣 我們二千塊十年 九月設備 在美國基盤集會的時候 美國國家安全代表 三人那兩條相比 第一條就是日俗美戰 第一條就是說 台灣這個土地 又是躲在二重橋後面那間房子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就是日本天 另外 歐巴馬在選擇 這就是 美國戰 美國 事實上 在六年前 六年前 就應該跟我們說 在三年前 就跟我們說 盡情做 當然 這三年前是 如果要算二千塊六年前 應該是七年前 因為七年前 夠美國以後 美國開始 這些單位跟我們聯絡 因為他知道說 我們 台灣民政府已經知道 所有的事情 所以美國開始說 可以跟我們坐著來開港 但是 只開港 你說你這樣想想的 你都知道嗎 我跟你說 不要說你 和我們的情重力 都不知道 和我們的情的 副主席都不知道 所以才是這個四月二號 出大桌 四月二號 大家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 副主席 為什麼情 中立 會受到出份 為什麼 他們在這裡上課 怎麼受到出份 標示什麼 他們上課沒有徹底 不怪說 他現在受出份 開始說 不用去上課 你不上課 你根本不懂得台灣的地位 我來說一下 為什麼25號 他們犯了非常非常 不可原諒的錯誤 第一點 四月二號 在LQ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拿補條 台灣民政府記者會 那個民人拿掉 那是故意拿掉的 民拿掉以後 變成什麼 台灣政府記者會 台灣記者 台灣政府記者會 他不會說 你不要開記者會 沒問題 現實是台灣 跟台灣政府 這種的東西 很多 台灣國 台灣臨時政府 台灣共和國 扶我摸殺民政府 一堆 為什麼 只能開台灣政府 有事 這是正式向媒體 向國際上宣告 台灣政府成立 我請問 你不是 選擇台獨是什麼 你在美國跟選擇台獨 美國跟台獨 台獨代表戰爭 所以我要要求 我們國位 你在這裡上課 你來發一點腦筋 不要只在上課 剛才我們議長覺得很對 我只上課 我就要做官 會害我 我跟你說 你這次就出大車 這次 如果要嚴重 如果不是 我們開始辦切割 我們都會脫掉 美國說你們造反 你們在華盛頓地區 跟他宣佈台灣獨立 你不能用台灣民眾的臉 跟他們脫掉 用台灣政府 所以你去 你跟選擇 台灣政府 宣佈成立 就跟 宣佈台灣國成立一樣 怎麼有什麼差別 再說一句話 台灣人有台灣的租款 我問你 台灣有台灣人的租款請你嚇手 你們有沒有 如果沒有嚇手 你們都知道 你看 警中立 警副租星 因為官司都很高 犯了這麼大的錯誤 犯了錯誤 沒關係 還不承認 還不承認 所以這些人已經 永遠不可能被入用了 你犯錯就承認犯錯 我今天有聽到 有人在說 那時候告他的時候 都籠在著 籠在著 一直 他不知道自己犯的錯 什麼錯誤 所以我跟各位說 你們後面也是一樣 我也是很怕 美國也很怕 你也籠罩在台灣獨立 獨立 就是說 因為你 你六十八年來 在台灣這個土地的行政 都灌輸一個時政 說台灣要獨立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會死 那是代表戰爭 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我跟你們說法律講得很清楚 第二點 當中把日本的機子收掉 台灣民政務的機子收掉 只割兩支機 一支是美國機 一支是尖領機 他們的理由就是 在美國開機這會 台北公司也不用插機 各位 那兩支都 是美國正式的官方交給我們 你不照反嗎 日本機 沒有掛出的孫 蔡明華 電話給我講白菜 她說我都不記得 找日本的國旗 我不記得找台灣民政務的國旗 我跟美國反映 馬上傳兩支相片給我 他們修起來相片 他們兩個人修起來 日本的機子放在他的 這個 右邊的手臂上面 你看有浪費嗎 他如果說什麼人馬上 馬上 馬上 農業大就到了 所以當然 我們在22號 當天 馬上給他們發清界線 我說他們託教 就是要要求他們 在25號千萬不要弄錯 所以去 頭一次 美國冠風 要求他們選佈的東西 在那裡傳去給他們 蔡集園歪堂 他說我不要讓美國 跟朋友走 這次如果沒有選佈 我下一次沒有機會了 也有錄音 美國冠風聽到這句話 怕死 是 你們要在台灣 台灣民政府要在華盛人第一選佈 獨立 那你要怎樣 那你 你做我 我是國安 參謀聯繫會 接行長 我的職責 我的職位 我可以馬上要做處分 我如果沒有那時候 我如果沒有那時候 把家人 馬上切割 這個事情 當然那天切割 之後 他說他不肯 對不對 個人不肯 所以去 單獨選佈台灣政府成立 說美俗美戰 美俗美戰 你想看 感到 美國老早就跟你們說過了 我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野心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就絕對不會是美俗 美國 已經把你搞這條路讓你走 2010年 一九月找白去開記者會 在世紀飯店開的時候 美國跟我們一起 參加人一起 我已經幫你們台灣人 就是我是美國 美國已經幫你們台灣人 鋪了一條平坦的道路 你們只要按照這個道路 一步一步走 你們就會成功了 那不是人歡迎的事情 大家竟然發生這個 他們發了六點錯誤 當然啦 我在網路上 我都不回應 沒有什麼回應 說我中國失敗啦 說什麼那都沒關係啦 都記載你們說 但是我不要故意說 台灣只有怕 發理這條路 台灣只有怕 發理台灣這條路 我們這裡有生路 你說對不對 對 你們都不用怕 我們這條路有我 做頭前 我不會帶他去死 因為我有說過 我們不可以去做革命先烈 我們要做什麼 革命先行者 你知道嗎 那個選佈 台灣政府單獨選佈台灣政府 那些人都美國籍 你看有夭壽 那些人都是美國籍 他要給我去死 問題是 開記者會是 我們台灣籍的 跟他們美國籍的 到底 你坐在旁邊 美國籍的跟你說 台灣政府 台灣人有台灣主權 你廟上來抗議 當然有三個人抗議 他抗議 他抗議後 所以美國看到這點 他說 你們並沒有支持 當時 有四個人 街上說 馬雄為第一次 坐飛機回來 他現在網路跟我們說 那四個是中國間諜 什麼是中國間諜 我搞不清楚 所以 今年九月籍白 美國 因為美國現在是我們 所以九月籍白 要替我們辦一次 很盛大的 酒會跟記者會 記者 跟美國的館 都他們來請 我們真的是 因貨得福 對不對 所以九月籍白 這點我們不能失敗 我們 繼續向前走 有的人會說 為什麼 蔡明華 那些美國人 你都沒有出份 各位 美國人 本來就不是 我們台灣民主 裡面的成員 我去出份 福利賓人 你說要對不對 我可以出份 福利賓人嗎 我出份美國人嗎 台灣民主 裡面的成員 我怎麼處分 他說 究竟我怎麼掛 那個副主席 當時副主席 是榮譽子 榮譽子 而已 所以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沒有辦法處分 有美國這個 你沒辦法處分 他如果在台灣 當然要做什麼 做一個榮譽子 而已 那是這樣 至於 為什麼 中立 沒有給他 免職 沒有給他 幼免職 為什麼沒有給他 去職 他不會說 凡是高層 我們的處分 內歸來的規定 我們不公開 包括我們 第一次的 駐美大使 你們都知道 一個女兒 不是 那是第二任而已 第三任 第二任 那是台灣人 當然要免職去職 但是我們的高層 一般如果做到高層 我們處分 就只有在內部公開而已 所以 有人在望路 他會覺得說 奇怪 你為什麼不公開 因為台灣民政府 到今天為止 要求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 所以我當時 我有跟各位說 我答應 美國 拜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成立的 這個政權 我要賺這個客 所以不管你什麼人 你只要違背 我們就處分 所以 這些人都不想說 你當時做總理也好 做這個副主席也好 你的任命 是我 林志生任命的 你今天犯的錯 當然是由我林志生處分 你說對不對 對 這樣有看獨裁 很簡單 你要走法律這條路 你現在 他們在網上怎麼說 林志生的法律是 完全正確 就好 完全正確 你自己說的 那條修文證 有效 就好 每個都對 像他們說的 沒有一項對 可笑 所以我常常要跟各位說 今天 我們在收高級班的訓練 沒有錯 你只要讓你民政府 這些政權以後 你都要做官 大家都是 我叫各位 不是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應該叫做什麼 總將官 你們不是做將軍 不然就是做官 你們來這裡想 你們不用怕去建設 我是要做官才去 不是 你是真真正的教 要求台灣 要讓台灣人過更好的意志 這樣對不對 對 對 你們自己要有信心 但是這邊的變動 我本來的評估 差不多會漂2% 結果 除乎我的預料以外 變動的比例0.2不到 好感到 表示說 在這裡最好 大家頭上也很清楚 記得 你們要不要做官 也是一樣 法理台灣 這是叫我們台灣這條的路 這是讓台灣人有生路 讓我們走 記住 非常要緊 我也是覺得這樣吃得好 因為有這個人 病毒是什麼 病菌一樣 細菌 細菌 你人的身體 如果不好 你會把細菌吃掉 你的身體如果比較好 你會將細菌吃掉 所以他這裡的人 要說台灣動立 說台灣政府 你要知道錯誤在哪裡 你要把這一群人吃掉 要不要吃掉 所以不要意氣用事 冷靜的做評論 所以這事情 我要再說一次 這好像是什麼東西 講野球你知道嗎 野球就是棒球 棒球比賽 知道規則的野球 棒球比賽知道規則 你如果知道我不會跟你說 棒球比賽你知道規則嗎 棒球比賽 炮雷 披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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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壘這樣有分嗎 他們那些人就是這樣 台灣民政府不需要選擇台灣政府 台灣人有台灣的租款 看到貴 沒猜說這樣兩年半 各位 怎麼說就沒效了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們從現在開始到九月 有四五月時間 四五月時間 我們要趕快訓練人 不顧一切 任何的阻礙 我們訓練人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叫你抓刀 抓錢 去示威 沒有 我跟他說你用嘴就好 所以我們的中央政治局 那些人 年輕人 我都跟他們說 我說你們帶得很好的 我抱歉 你去網頂跟人家賤 賤到你跟網頂人家賤的東西 看你是見四還是見鴨 那有你嗎 當然有很多人不要網路 但會要看 做事也要看對不對 你去網路去看 這個論述 我跟你說 如果我們的論述 法理論述 我跟你說 手向無敵手 沒有一個人 我都跟你辨 你絕對贏的 對方會讓你修理得默默默 修理得落尾 一般都是 我不跟你講的 都是這樣做結論 所以 你就要用這種精神去剪 去剪 用這種精神來影響其他的台灣人 所以你不能叫 這位做警官 沒有討論 這樣就要來做 做官 不懂 所以這次 華府事件 讓我們提高警戒 讓美國也提高警戒 表示我們台灣人很多人 不一定很多 有一部分人 空間裡面 要再想 台灣獨立 不知道這塊土地 是日本天王的 你要獨立可以 日本天王有大的嗎 有清楚嗎 對 再來 第三個問題 哪些國際條約改變了台灣領土主權 這是一個問題 哪一些國際條約改變了台灣領土主權的歸屬 各位 只有兩個 第一個 馬關條約 第二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兩條改變了台灣領土主權的歸屬 第一條 是台灣這個土地 跟日本天王 第二條 日本天王沒有受到處分 所以要還有什麼的 日本天王的 很簡單的 說起來是沒有事情 很簡單 但是你過期大家都不對 第三條 第四條 蔣介石集團 依據什麼 什麼法律 來佔領台灣 然後又 現在又憑什麼 來治理台灣 來 蔣介石是 靠什麼東西 來佔領台灣 不對 蔣介石是依靠 一般命令第一號 1945年的9月2號 邁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來佔領台灣 一般 General Order No.1 一般命令第一號 第二點 現在 他又憑什麼 來治理台灣 他的憑的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 台灣管理法 很清楚 所以你不能跟他 我現在想想 這經理這樣 直接跟你說 直接跟你說答案 你拜託我給你 黑白心 黑白心 真的答案都很多 直接跟你說 這樣有貴氣嗎 有 這樣好不好 有 不好意思 再來 台灣光護 為什麼是謊言 因為 戰敗沒有錯 台灣是戰敗的 你日本戰敗 台灣戰敗 蔣介石是被 一般命令第一號指定 代表盟軍接受 代表盟軍接受 台灣的日軍投降 所以台灣沒有光復 你劍書哪有光復 是他們中國 憑著美國的官員說他戰贏 但是台灣沒有戰贏 台灣戰書打敗仗 我們打敗仗 我們打敗仗 誰跟你奉扎 美國跟你奉扎 美國奉扎 建書哪有光復 所以光復節是假 再來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的全名叫什麼 Chinese Taipei 我有說過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Taipei 那他指的是誰 Chinese指的是誰 指的是ROC 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因為 中國的內戰 毛澤東 勝利 那在1949年10月1號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此 蔣介石在台北 所代表的中華民國 在國際法上面 稱為流亡政府 好簡單嗎 所以我在想想 這樣也是對 我最后中 說那麼多 你笑一笑就不會 乾脆 我就一條一條 跟你說 你記清楚 比較不會責任 因為這邊的事件 真的給我 很大的事件 我覺得事件 之後 就要改變我們的策略 改變上課的方式 讓你 直接讓你知道 他們就在黑白色 我鼓勵你們 去網頂去跟人家 如果對方跟賤妹 你把它當下 如果賤書不用看 不過 沒有賤書不用反路 都賤而已 再來 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國際法的根據在哪裡 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根據在哪裡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當時 是1895年的4月17號 8月5號 生肖 6月17號 日本政府 開始在台灣 實行 日本的管轄 根據這個東西 所以台灣不屬於中國 很清楚 我直接跟你說答案 沒辦法給你搖 現在搖了 誰在黑白搖 就像蔡吉原那種 跟蔡明華那種 說不到又搞不清楚 我乾脆跟你說答案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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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都不寫 頭腦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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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待會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國際法的根據在哪裡 這是古銀山 好平調約 第二條B和C 第二條A的規定是什麼 是不是是否實現 這個部分在官網上有 官網的51批 52批 53批 你要去探 我今天探一個59批 57批 59批 現在也很好的 不理長 你們去探那個官網 有上官網的探手看一看 有去唸的 沒有一般 你高級班的 高級班你不能不唸 他會去看官網的請你探手 我告訴你 沒看 八道條 我先給你看 說實在 不要沒看 你怎麼看 你只能在這裡搖搖搖搖搖搖搖 所以我感覺做成問題 直接告訴你 告訴你答案 很簡單 十二的主要的問題而已 你十二的很清楚以後 你就不會讓人生死了 再來 誰真正擁有台灣的領土主權 誰 日本天皇 對 證據在哪裡 證據在哪裡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裡面 已經很清楚說日本天皇 跟台青的鳳梁簽的 這是搜索割讓土地的一個人 馬關條約 再來 美國憑什麼可以制定台灣關係法 美國你是怎麼制定 台灣關係法是什麼 美國的國內法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說要條約 我跟你們說條約 就今天和平條約的23條 23條 跟第四條 那有清楚嗎 再來 台灣為什麼不能舉辦公投 台灣有兩種人很漂亮 你土地板都有想過 台灣兩種人一種是什麼人 在國際法律裡面 居住在台灣的兩種人 一種叫做本土台灣人 第二種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後者也能夠參加公投的情形下 這種公投不得舉辦 所以後半人要公投是台灣人可以公投 中國人不可以公投 再來 如何證明本土台灣人的身份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不是你親太親 你只要去拿你的負責成本 那也很囉嗦 還剩15塊 對不對 但那個身份證有效嗎 我們這邊最高的孫 初級班最高的孫 我們那個議長請那些人去美國回來 大家都證實 不是只有這些人 17個都證實說 那份有效 去美國國會 美國的國務員 坐飛機都有效 喂 都有效 不是我們家的樓下印刷廠 他們 網頂說是我們家的 他們 那些人 那些人 真的 所謂的那些人 說我們的牌尾 你放任 我告訴你 我 我臨自身 我告訴他 兩個東西不去碰 女人跟錢 不會去碰 這樣還能夠攻擊我 我沒有在做生意 要跟他攻擊 我告訴你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我絕對做得真正 因為我知道 台灣的生命 我要跟他負責 因為我在說這個國際法 我去顧美國 美國的官方 從台灣民政委的執責交給我 美國的官方 從台灣政委的執責交給我 我又在這裡顧美國的主導者 我要不要負責 我要不要負責 對嘛 你們說得對 我要負責 所以在這幾個監事 監督之下 不敢亂來 我有在想說 我如果沒有堅持就走了 但是你放心 我已經堅持很久了 我又敢說 一般人來 像我這種 這種堅持的心 沒有啦 沒有在我看 這我個性使然 我非常的堅持 有時候 這位2,000坑5年到現在 已經堅持幾年了 八年 這八年裡面 有時候也會心悔意能 但是呢 我有一點的優點 我是越戰越勇 當時啊 嘟到問題的時候 我很冷靜 我馬上會想 動腦筋 所以任何事情都沒有辦法來左右我 各位 你有相信我嗎 有 放心 我不會辜負各位 再來 中國人 可享受美國 免簽證的計畫嗎 不可以啦 這裡面啊 因為這個計畫 適用的國家 沒有包含中國 台灣不是國家 美國跟你說過了 台灣的旅行證件 所以我們現在 現實是欠什麼東西 欠 不是護照喔 叫做旅行證件 台灣的旅行證件 我們缺乏 所以我們現在 你打招的目標在哪裡 9月8號 在美國 開記者會 我幫你保證 對於美國還沒跟你說 要叫我們說什麼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幫你保證 絕對是要說 我們要求美國 要發給台灣人 台灣旅行證件 台灣 Triple Document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不可以申請 付照 什麼人可以申請台灣旅行證件 你有台灣身份證人 才能夠申請 很清楚 我們這期的新聞證已經到了 有提到的押手 你有身份證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有的押手 沒有押手 有很多沒有喔 你是還沒穿還是沒有 可以穿 你這支應該夠了 這支應該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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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齁 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 這次下課以前 會拿到身份證 你有拿到身份證的人 就可以申請旅行證件 旅行證件 這封的旅行證件 跟美國護照 是一樣的 你可以 美國人可以去哪裡 你就可以去哪裡 我在要求 那個身份證 那個旅行證件 台灣旅行證件 一定要創美國國務 國防部的徽章 這樣才有行 美國國防部所發的 當然 琉球那時候 你看琉球那張 旅行證件 琉球這張旅行證件 它是沒有美國的徽章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琉球 Islands 這是美國 美國是哪 美國 這要向美國發出才有尊勝 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務 其實台灣民政務 你聽清楚 其實台灣民政務 真正的名稱 不是台灣民政務 我們叫做什麼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務 所以我們的頂頭上是什麼人 對 所以什麼人敢給你欺負 沒有人會欺負你 所以 我們掛車牌 USMGTC的車牌 有怕你為止 沒有人跟你找麻 因為 台灣民政府的頂端 有一個掛 美國軍事政府 如果找你台灣民政務的麻煩 他找什麼麻煩 美國的麻煩 所以台灣民政務去美國去頂端 台灣獨立 笑的 當然要切割 你聽到沒有 所以那些人 其實如果有機會 對 叫他們去幫你找去想看看 兩年半 受訓兩年半 做那些官的職務 還在犯這麼嚴重的錯誤 要出國以前 我就跟他們說 當然 25號 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沒有冬的人去 美國冬風 一個就沒有代表都沒有去 都沒有去都空的 人的人 三個女子 三個女子 都不是記者 他們有嚇到 我們聽人說 到那些月頭 本來是要和地庫講話 也沒有冬的教育 他們就要開一個檢討會 有嚇到 不是沒有嚇到 所以到二人 二七 二八 二九的時候 分做兩週 他們就開始回歸正常 你回歸正常就不符了 到那個時候 美國已經出分了 二十一號兩庭 二十二號 我們就出分了 二十五號 該下台的下台 無關你什麼人 你聽得懂嗎 我們這個組織 跟普通組織不一樣 我們這個組織 沒有民主 沒有選舉 沒有那回事 你如果要選舉就跳起來 很簡單 台灣民主 不簡單 如果說國民黨好 民進黨 要來加一個台灣民進黨 可不可能 可以啊 一次來一千塊給你收分 收分 說來公投 你一千票 我們有幾票而已 不用多久你就倒下了 所以呢 我們 在現在軍政時期 我們不從事民主的選舉 不從事什麼民主都要公道 要公道 NO 一切與美國軍事政府說就算 但是我們感恩 你說對不對 我們怕政權的路 我們怕政權的路 我們怕政權的法理的路 現在和中國就怕你 張惠布主要發表了 這頭一次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說的 法理台主 其實要說法理台灣 又怕我們 不是不怕 你看 他現在不要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現在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 co-interest 核心利益 那不是我們這臭肥 如果我們走這幾年這樣走下來 我很有心得 當然我不敢說 我們這邊這樣亂下去 只能讓我們的速度變慢 這支收分的 我顧下車是100個 當然過去兩三百個 那是太多 過去我們是三級的速記班 再上一級的速記班 哇 這樣不行 這樣太多人了 現在開始改了 兩級的速記班 再上一級的速記班 這樣剛剛好 這樣才可以每一個人 我都看你內得到 你們有在聽 沒有在聽 我都知道 這樣效果才會好 我們要知道 我們來想這個速記班 和速記班 是不一樣的 最重要的不一樣 因為速記班 只把你上去 上去 今天台灣這塊土地 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上高級班 就要進一步 屬於日本天皇 為什麼屬於日本天皇 說幾次 罵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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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土地已經交給人 交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在古今山河邊 無受的出運 所以日本天皇還要重點 所以 八月十二到十六 我們不再一次去日本 但這次只有六十個人 我們在網上已經公開了 有看到網上的騎手 那小事你知道嗎 OK 那你會說什麼 八月十二 我們從土豪出發 要去大阪 大阪 大阪 到晚上八點 十三 十三 用伊拉馬斯 要去京都 京都是什麼 京都 就是日本的明地 天皇 的靈寢 在京都 我們要去走 因為明地天皇 的憲法 在我們台灣實施 我們要知道 我們代表日本天皇的 臣民 所以我們要去參拜 你顧那個靈寢的人 是非常的感動 因為日本人是國民而已 我們是臣民 所以我們要去的人 人員要先敬 十三號上午 就是要跟明治天皇 祭拜 這個祭拜 有的人說 我基督教要怎麼辦 我跟他說 那都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是照一般人的方式 跟一般天皇走 因為一般天皇 要走 他要拍手 兩下 兩下三下 他們的儀式 我們就照他們的儀式 這樣就好了 但是呢 國靈寢的人 會非常非常尊重 因為我們是臣民 那個會到時候 要省時間 由城堂 坐行甘線 去重行 為了要坐行甘線 讓我們的價值很高 因為一個行甘線 要一萬兩千多塊的日幣 一個人 速度很快 五百幾公里 坐到那裡就暗時了 所以十三號晚上 就住在那裡 十四 十四號 十四號 那一天呢 我們要去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在什麼 就是公佈 台灣實施 明治憲法 那個天皇 要去走 讓台灣 讓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 不可分割領土 這樣中國就要切斷了 好教他 天佑台灣 現在去跟他講一個禮 那個會到 我們就去建國神聖 因為十五號 日本的來家 跟東南亞 很多國家 都會派代表 因為八月十五號 是日本天皇 宣佈大方的日記 所以我們如果一樣 要去跟三萬九千一百名 會台灣的英靈 走進去 這所在的 技術就走來了 到底你要站在頭上 要站在後面 我跟日本 來去建議 我要站在頭上 那是臣民 你如果日本天皇的臣民站在後面 日本天皇會打腳踏 我跟妳說 我們比較大的 對不對 所以 現在還在檢討 他說這樣沒有 站兩邊 這樣好嗎 我們站兩邊可以 我們的主管要站在頭上一圍 半個位置也可以 這樣比較有合乎理數 對不對 我問妳 床要靠在頭上 床要站在後面 頭上 你都知道 所以我們站頭上 所以十五號 當然那個十五號 那個電力很盛大 盛大的電力以後 有很多技術 會為我們 來跟我們講話 妳為什麼要拜日本的政國神社 所以我們會準備一些大案 然後呢 假裝天 十六號 坐飛機回來 這邊 特別 因為我們以前 十二月二十到二十 辦的時候 中島上 都吃差不多一千塊日幣 晚上是一千五百塊日幣 今天再 中島上要吃一千五塊 晚上吃兩千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國家都在給妳看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有一點派頭 吃比較好 這樣好不好 好 你不買去就好 當然了 我反映你去 妳要把酒店報名 酒店報名 要給妳拚 稍拚一下 這是我們的八月份 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再來九月 九月八號 我們要去華盛頓利西 六星級的飯店 基板 酒費跟記者費 美國跟我們講 冠風都可以去找 記者可以去找 我說妳要做什麼 妳派人來就好 妳給它宣讀 我們要給美國的文件 各位 妳有發育嗎 大家我會怕 我怕 我怕什麼 如果像這個 這篇的法府試驗 還給我出席 我就逃走了 真的受不了 我跟妳說 所以這次 要派上去 我現在都不會說 妳要用戒我 暫時保守秘密 好嗎 好 如果派去的人 要不復使命 讓我們台灣出來宣讀 那份 跟美國協商好的 宣傳的文章 這樣好嗎 好 拜託 再來就是 英議 拜託 在美國 宣讀台議 英議 國際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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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聽給你台議 北京議也聽不到 一定要說英議 英文 這樣好不好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一句 我們台灣在世上 這麼不好 全世界 不在聽你的話 不在聽你台灣人 說什麼 台灣人 就像是台灣 這個土地 臭皮而已 跟那些人 也一樣 我來選佈台灣政府 成立 就已經成立了 乾脆我們今天在這裡選佈 我成立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成立了 對不對 妳會看我笑 那些人就是 摔到這種程度 看 選佈台灣政府成立 那就台灣政府成立了 不然他去這裡 我後來叫他們去阿里山 玉山去選佈台灣政府 很可笑 他在這裡什麼名字 搞不清楚 你選佈一個台灣政府成立 就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要來關台灣民政府 我說很簡單 我批一個人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選佈說 我們從明年開始 成立美國政府 歐巴馬 被我們管轄 全世界 會把我笑死 我跟妳說 台灣人就是這種型的 妳想想 看五個月 我看不及賣錢 妳看有隊沒有 我說這個 妳的照 那個人不照 那個人就是這個 那個人就是 我已經選佈台灣政府了 要做這台灣政府了 一些隊的人就對 後面 我看沒有隊幾 我想不照還30 簡單的理由 看不 聽不 不 可憐啦 上海中的那些人都有美國籍 美國籍喔 塞棒棒也送給他去 什麼 美國人幫你幫塞棒棒 換我們台灣人去那裡擦擦擦擦擦擦 各位 我再說一次 一切要照法利來走 你如果沒有照法利走你就死路一條 不管你怎麼說 我敢跟你說 那些人的政治生命死了啦 很清楚的嘛 要不要看 不管你怎麼說 你怎麼麻就一樣了 你已經失去機會了啦 沒有用了啦 要怎麼挽救 照著你回到台灣 他們要頭捏捏 認錯 你們有機會 你不認錯 還欲蓋彌彰 現在聽說台灣民政府 那個紅布鍋現在人家蓋起來 已經犯錯就犯錯 要承認啦 要記得台灣人要記得這句我講這句話 賤書 我們就賤書 要承認我們打敗仗 要不然三萬九千一百年 放在政國神社會 放什麼意識 這樣中列寺 中間民國中列寺 放那裡就好了 怎麼沒有 國際法有規定 你不是那個國家的人 你見世紀 當然沒有自我 在他國家 中列寺 還是政國神社嘛 全世界都一樣 沒有例外 我們的祖先 我們以前的人 三萬九千一百名 死去 建政死去 放在日本的建國神社 這代表我們台灣人是誰 日本人 還不清楚嗎 我們沒有要成立的觀念在哪裡 因為國民黨的教養 中國人的教養 跟你騙說你是中國人 所以你跟今天為止 你的內心還在那邊放啊放 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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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國際法出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法理的東西 沒有妥學的餘地 法理的東西 沒有套協的地方 都是失敗的 所以我剛才說的這十二的問題 我再說一次 我希望你可以教我清楚 第一 了解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萬國公法 國際法的法源 法律的來源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國際條約 國際的慣例 一般的法律原則 國際的判例 和國際法學專家的意見跟主張 建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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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五個 第一個 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個 日內瓦和平公約 有關戰爭的部分 第三個 紅十字會的總章程 第四個 美國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判例 第二個 美國陸軍總署野戰手冊 裡面三千幾條 FM27 就這麼簡單 但是你不用說這麼簡單 你搭到你完 你白酒湯湯沒白片 你上課是很簡單的 兩千塊就解決了 你說重點 上課都跟你說重點 第二個問題 法理台灣的論述是什麼 這是國際法 建建法跟萬公共法 法理論述裡面說三條而已 第一條 領土主權的改變 應該由國際條約當作依據 領土主權的改變 要有國際條約當作一個依據 第二個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重點重點 你都忘記了 領土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領土不得移轉主權 台灣這個土地 有人說美俗美戰 當然就不對 第三點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所以中華民國 英文英文在台灣這個土地 沒辦法變成合法 他一定要離開台灣 我們土地 坐地 他也要離開 雜萬要離開 那沒辦法 第三點 哪一些國際條約 改變了台灣領土主權的歸屬 兩個 第一個 馬關條的 第二個 舊金安和平條的 這樣而已 就只有這兩個 很簡單 第四點 蔣介石集團 依據什麼 佔領台灣 就是1945年9月2號 麥克阿瑟在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現在 他就憑什麼東西 可以在台灣治理 台灣關係法 你看看 你看看 你這裡偷偷的 你去跟五人建政 大家也給你建拜 絕對建贏的 我跟你說 殺腳的片子不留 我跟你說 他們都辦法跟你變 跟六人都器械投降 第二個 台灣光復為什麼是訪言 對 台灣戰敗 當然沒有光復 同時 蔣介石是 按照一般命令第一號的指定 代表盟軍 接受台灣日本軍隊的投降 所以台灣光復是假的 你看看 台灣光復那個土 你看看 中餐堂的土 你看看 中餐堂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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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美國國基三基地 另外你看看 有嗎 你以前讀書 有注意說美國國基 你沒有 這三基 你看 這裡 這裡 三基 你看看 三基 那是怎樣 在那個牌路上面 要用美國國基 他就跟你說 美國人 他會看 美國人 你怎麼不放美國基 他說我沒有看 但他在台灣 公告什麼 他都沒有跟你說 你就假不看 用黑白 你看看 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中華民國 他如果說我沒有跟你騙 我都沒有出來 你自己不看 我們真的 啞巴吃黃蓮 有理說不清 我們 故意 再向中華民國唱功 就是這種 他說你自己不看 我給你看 你不看 再來 來 Chinese Taipei 的全名叫什麼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那這個 Chinese是指什麼 中華民國 為什麼 因為 中國的內戰 毛澤東 勝利 所以在1949年 10月1號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此 蔣介石在台北 所代表的中華民國 依國際法 變成流亡政府 再來 台灣不屬於中國 國際法的根據在哪裡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就今天和平條約 第二條 會比起死 很清楚 再來 誰真正擁有台灣領土主權 日本天皇 證據在哪裡 馬關條約 開頭就是講 日本天皇為簽約方的 簽約的一方 收受割讓土地的一方 日本天皇 美國憑什麼 可以制定台灣關係法 因為 就今天和平條約二十三條 美國是台灣這塊土地的 主要佔領全國 跟第四條 美國軍事政府 有權 處理日本人民 和財產 有支配權 和分配權 再來 台灣為什麼不能舉辦公投 因為根據法理 居住在台灣有兩種人 一種是本土台灣人 另外一種是 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再來 台灣 如何證明本土台灣人的身份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你是中華民國 你要證明 你的護照 是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 你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的鈔票 中華民國 那是晶片 對 那是晶片 這個晶片 我跟你講 護照 這個是晶片 這個晶片 美國做的 那個晶片是美國做的 美國也很怕 你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一國的都穿多 驚都嫁的護照 你當人家在營 所以美國是 很愛說 趕快發給我們那些 旅行證件 但是我們這邊去出席 所以我們會賣四個月 我們的身份證 我們的那個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那個晶片也是一樣 是美國做的 中華民國那樣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拜台灣 民政府的那個 做 Triple Document 我給你保證 都在美國做的 旅行證件 是美國做的 再來 中國人可以賞賞 美國的免簽證的計畫嗎 不可以 只有我們本土台灣人 這裡可以 很清楚 所以 這個時候各位 總結 因為我們想這個高級版 最近我特別想說 這個高級版 這個 是要像以前那樣的 上課的模式 還是要改變 我決定要改變 我直接問問問題 跟你說答案 你想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比較好 這個沒有 你不會都默默默默默 我想說 你們基性我都想 大家都想要 要求好 說的你就聽好了 現在 快點說 要求 跟那個 跟那個 政總理 政的 副主席 就 偷偷偷 一般要怎樣 所以我改變 我改變 我改變 集體也是一樣 有一部份集體也是一樣 他比較不清楚 我改變 我乾脆用運跟打的 運打 你又不會 我建議你不要來 有你沒有 小聲 怎麼 越說越小聲 有你沒有 有 來你說 有問題嗎 有 有我 有我真好 我真的會用頭腦去想的人 我七四人就很會用頭腦 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都很正確 美國現在要怎麼走 我們怎麼走 好像走機一樣 你現在要知道美國要怎麼走 美國現在 踩到那個鐵棒 我們台灣人踩到鐵棒 美國他也想說 你台灣民政府有可不可以信賴 所以你看 我們自從四月二五 踩到鐵棒 支援很多人就開始 虎視眈眈 想要給我們取代 不可能 要怎麼取代 法律你有比我厲害 你懂嗎 你們這些人懂嗎 我不是說你們 你現在有人拍我 你現在有人拍我 你拍我 我看網站 有的東西很燙 拍我還推我分析 我說不錯 但是不能亂來分析 如果要發表你要問我 我是專家 所以 有很多人 真的 年輕人 進步很快 那些分析下去 那些分析下去 我說 後來美國會給你採用 我沒辦法騙 美國的國風沒有說 來來你來幫忙 所以我給各位說 我們馬上 駐美代表馬上就要去 因為我們的駐美代表 這邊去 我沒辦法寫他 叫什麼名 免得他被淪陷 甚至有一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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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蟒店說 現在收錢還沒有執政 還沒有執政 還沒有執政收錢 有那麼快嗎 有沒有 有那麼快的騙手 沒那麼快的騙手 當然有那麼快 那不是 我告訴你 我們這件要再來賞這些小 你不要說為了一些錢 你又出賣自己 出賣台灣 不好 對不對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會給各位再三強調 再三的講 台灣民政府 你現主席的改動 不要說台灣政府 不要說 台灣民政府就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司法國民 就台灣司法國民 所以美國好意 說來 你開始來做台灣政府的運轉 我們是說你來做台灣政府的運轉 事行運轉 但是這個事行運轉 頭上要什麼 蓋一個帽子叫什麼 台灣民政府 你如果沒有台灣民政府 我告訴你會死得很難看 中國 一直要統一台灣 台灣 人要再說 我現在 要留五分鐘 給我們 中國回來的朋友 回來台灣受訓 叫他跟我們報告說 現在東德跟西德兩邊的人 對那個圍牆 踹開之後 有什麼看法 好不好 來 歡迎 來 歡迎 哈囉 各位同心 各位同學 晚安 晚安 我 世王 名青年 青是青水的青年 是年長的年 我一久 七六年就去德國 交通金 已經住在德國的時間 比我住在台灣的時間更長 也很 很剛好 德國 東德和西德 統一的這個 大時代 我剛好 當中在的 跟東京一二十年過 這段的結果 我簡單讓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 東京 西德人 萬瀚 東德人 說我們 我們 用那個精神 投那個金錢 就好 東德人 我們沒有辦法 照 我們的計位 我們可以 參加 這個生產 東德人 說 我們有夠少 我們本來 我們一個月 一百塊 一百塊 東德 的錢 沒有一千塊 東德的錢 我們可以貴 好幾支 當然 我們一個月 你就是 給我們 一千塊的歐元 我們過幾支 沒得送 我們做議長公民 為什麼 我們要做議長公民 所以農民都萬賃 現在美國 那些美國的民間 就有人說了 如果東京 要再去議長 我願意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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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 大家想 還要報告一點 有一個 寒衣 的美國人 他在美國 我們成就前面 破壞所 我們參加 美國 中國 頂頭的 政治的 那些 他寫了一篇 他的主 他的主要的論點 他剛才說了一句話 韓國民族 如果 哪一天 如果 南 北韓 合併 中國的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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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韓民族 完蛋 去了 為什麼 他的論點說 有這個 給我們看 你要不要搞怪 你在那個共產社會 出生的人 在那個共產社會 生存下來的人 你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 人 天性 有這個 弱點 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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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共產社會 的人 過 久了 後來的時候 你想要來自分社會的時候 基本 不可能 所以 我們為這兩個人 去思考 對不對 一般 我們台灣境來的 那個 妄想 我們就說妄想 我們要怎麼 要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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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制度 不然 我們永遠不會出發 到這裡 給大家 參考 謝謝 謝謝 我看 你們都聽我的意思 東德和西德 為強 推翻以後 兩兵合起來 現在 到現在為止 東德和西德的人 人民 都在萬賺對方 當地萬賺說 原來共產國家 一個月 賺一千塊 他過了很好的日子 現在就是 一個月給你一千塊 的歐元 他過了兩 二等的公民 世德這邊 那個圍像 拆開以後 他們要給很多 很多的水金 是東德的人 不然這樣 檢視東德是 所領軍 占領黨籍 所有的所領軍 負負 和黨籍 要是 立國籍 這問題是 你有聽到嗎 建書要賠 東德要賠 賠給蘇聯 那錢送這筆 現在西德 會老百姓這筆 所以西德 才有人說 我們現在那個圍牆 還蓋起來 要花兩筆錢 三筆錢 是我們西德的人 願意出 意思是 他不要和平 我在說這個意思 有一天中國 如果真的來霸佔台灣 甚至 他們那些人去把中國人印進來 我們會偷偷偷 他們中國那些人是共産 國家生外的人 跟東德跟西德 就同樣的意思 跟剛才他還說 韓國也是同樣 韓國 共産國家的北韓 跟南韓 如果真的叫我統一 大韓民主 站起來 同樣 今天台灣 我們台灣就沒有中國人 那些人一直要出賣 那些國人都有得到好處 你看 對一個大韓 他們都沒有好處 他們跟你說中國多好多多 你都知道 死是死爛 我們還有一個誇張 我們都點不點 沒話說 我們在這裡受法律的教育 就是要講話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對 像是那次 我們四月二五的時候 那些人站出來 蔡明華跟蔡志願搶聲 如果沒有那些人站出來搶聲 如果沒有那些人 如果沒有那些人 從DC走回來 我們今天會偷偷 我們有理說不清 我們有道理都說不清 我們沒辦法說切割 他說你們挑割的 那些官殘在那裡 你開記者的 你是挑割的去開的 佛教材 現在算了 算了算說跟三個說 那三個好四個都是中國 都是中國的 間諜 秋西人 所以這段 九月找八 我特別要派四個中國間諜 去美國開記者會 好嗎 好 好 你們有支持 真的 圓都三個黑白幫你塗 不過 我在這個地方 這是 插曲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阿拜台灣要接到政權 的一個小插曲 阿拜想這個小插曲 會引起我們所有台灣的公憤 他如果繼續黑白說 你看看會不會引起公憤 你如果知道這個論述 知道這個法律的 知道這個法律的 你就很清楚 明明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到美國 跟你用說 這是美國 不要說日本 這兩條多多 明明是美國 冬風交給我們 不要說日本 你不要說日本 會過關 美國軍事政府 這兩條不可以移鑽出款 你不說日本 這個土地什麼 是要交給中國嗎 這麼清楚 所以我跟我們各位 動心 當然現在是 到後天我來叫各位總將官 到那個時候 你們就真真真 台湾民政府 要在外國 很前 要在外國 讓所有的台灣人知道 他一個用事 說一次 我們 不想用極命的方式 我們 是要用火器筆 用我們的論述 這樣而已 所以 我們國語來上這個口 你自己內心裡面要清楚 你不要說 只坐在這個地方 時間要拖好過 這樣就好了 因為你是真真真 對台灣這個土地 有愛心的人 真真真要求台灣的人 外國 台湾民很多 甚至大部分都是台湾民 因為六十八年的 國民黨的教育 你只要台灣官府 他就搞不清楚了 奇怪 所以 因為有所謂的台灣官府 不只要有很多家庭 事件 你問說 什麼人來訪問台灣 說日本 你不能笑 說實在 不然你不相信 你現在後來坐家庭 尤其是北部門烏海 你如果說一下 他才會說 說不對 你阿公阿嬤什麼人 日本人 日本人來訪問日本 我上台也不相信 到後來我去問 台中的家庭師 跟台北的家庭師 跟宜蘭的家庭師 我知道 台灣人很多 很多很多 觀念都不對 所以 這個問題 坦白說 也不理嚴肅 所以 現在網上 你跟你們說 我都不回應 原因是什麼 我在等待 我等待什麼 你在說壞話 我告訴你 都記起起來 你走過 必留痕跡 你今天說什麼話 對 你以後要為你所講的話 負責任 很簡單 對不對 甚至 有的人 競然說 跟Facebook 引進中國 中方的人進來 烏三粿 總共烏三粿 不怪現在台灣 也要出現台灣的烏三粿 就這種形 這種形 你看看 台灣看要怎麼 就好 不過沒關係 犯利 絕對是真理 真理 英英 九九 都是真理 以色列 去佔了 加薩做人 三十八年 美國全世界 說撤退 那不是你的土地 佔了 不能移鑽 移鑽 移鑽 就撤退了 一樣 一樣 同樣 所以中國 如果要打台灣 不用擔憂 中國讓你打成 他沒有辦法 來撤台灣 全世界 他就站出來 只要是日本 和中國 建政的 甲武戰爭 你要簽 簽了馬關 條約 中國 將 遼東半島 割給日本 國際上 三個中國 義大利 德國 跟蘇聯 不可以 遼東半島 就是奉天 奉天是中國 自古以來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要還他 所以日本天皇 經過十天 又簽一個遼南 條約 行為 所以今天就是 讓中國 侵略台灣 讓他添去 假設 全世界 照常會給他 看出 要他制裁 所以中國 他要苦惱 我去拿台灣 要做什麼 拿 拿 拿不到 吞 也吞不下去 乾脆 不要江南 就好了 乾脆 對我們 要更好 我常常說 自從我那個 法理論書 出來以後 我保證 中國一定鋪紅地毯 反應我們台灣人 你沒辦法把我們囤掉 這國際法規定在那裡 所以你們煩惱說 中國會打台灣 他沒辦法打 絕對沒辦法打 所以說我是中國間諜 那樣 退那邊退得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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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在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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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說道理給你聽 對不對 到有什麼講到那一番形的 真的講到不會白錢 真的台灣人有 所以我跟你說 全世界沒有人聽你台灣人講什麼話 你台灣人亂不講 台灣人是中國人 看來我們台灣是中國跟你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 美國當時是為英國移民去美國 你現在他說他是美國人 他才有說聲音說他是英國人 沒有 我們還有何況 我們當時有一部分人從中國來 也沒有娶婆 都是跟台灣的平博做結婚的 所以像這種的法理的論述 就是說一切都用國際法 台灣今天怕不出來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用國際法 沒有用法例 為什麼說民進黨 我經常說他不是叫民進黨 他是叫做中華民國民進黨 為什麼中華民國 他當中跟他的台灣決議員說什麼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就不對了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國歌不對 是中華民國跟台灣 拆不開 這拆不開 影響多大 你知道嗎 台灣人都影響得很嚴重 所以各位 各位 我們 我們在這裡上課 上課尤其高級班 高級班 法理的部份 只有我一個課 像名字後日一個課 其他 我們在想說 有很多 因為這邊的事件 我們要像我們所有人的頭腦 過去不得的部份 要把它洗掉 要用新的領域 新的知識 來在你的頭腦裡面 把它灌給地 你如果說在外面 要受到一些病菌的影響 被病菌吃掉 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照美國的規定這四千名 我們現在差不多用了 高級班用兩千三百個左右 當然要再剩一千七百個 這次 有稍微的震動 會去掉差不多二三十個人 但是我們相信 未來四個月裡面 會很快的速度把它補起來 所以今天的最好 我們要送到這個地方的為止 我們待會兒樓下有點心 這個要做 後面 待在後面那些十步的 十步的在六樓到七樓 洗澡 其他的人在這邊的人 都在房間裡面洗 房間我們在一樓的部分 我們的副主席都會坐在那裡 到十一點為止 你如果有什麼問題 加速 沒有加速 水不燙什麼都可以來反應 如果有什麼問題 在樓下的所在辦公室 你可以來問 我們可以主動幫你協助 這樣好不好 好 感謝各位謝謝 請各位好玩 記得 走 走 來 樓下可以吃點心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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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